ATM解除分歧扣款设定是过去诈骗集团常用的老梗 不过近日刑事局发现诈骗集团又有新话术 会以电商业者各自外泄为避免信用卡遭盗刷 要求消费者寄出提款卡及存折 16专线发现解除分歧扣款诈骗有新手法 它目前会以各自外泄信用卡遭盗刷 要求你做各自的查核 将你的提款卡及存折寄出 并且要求变更提款卡密码1234.6 16专线要再次跟民众来呼吁 电商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将提款卡及存折寄出 如果你这样做了就很可能称为诈骗集团的帮助办 16专线最后要向民众来呼吁 反正接货境外来电向有加号的加009加886 以及它以寄送提款卡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存护 违化速度一定是诈骗 如果民众您有任何的疑郁 欢迎来拨打我们165专线 刑事局表示针对这类诈骗手法 除了通知遭到贸用的电商业者 立即与官网明显处加注警语 也会请业者发送简讯提醒 并会诊受理案件勤资 由各县市政府警察局专责单位 巡线追查可疑嫌犯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